請問你, 請問你 你的意思是說, 我欠太子丙的錢 林老闆幫我還了?為什麼? 事情就是這樣 太子丙在我們茶莊拿了幾箱普利 他仗著跟林老闆有個一面之緣 賴著不肯付錢, 我就催他 對了, 吹了幾次 他就索性一疊, 疊了這張借據出來 要我們問你拿錢 真好笑, 這麼大件事 他從來都沒有跟我說過 法仔機, 對於你而言是大件事 但對太子丙來說 只不過是區區記商, 茶葉而已 你放心, 一切照舊 你以前怎麼還錢給太子丙 就是怎麼還錢給我 就行了 如果你想清楚, 就在這張借據上 重新簽個名字就可以了 給我看看 其實很簡單而已 就是把法仔欠太子丙的錢 轉向爸爸名下而已 你們一個月過要不要弄得這麼嚴肅? 你怎麼會弄得這麼嚴肅? 法仔, 其實我覺得你生爸爸的 怎麼比他生太子丙的好 你自己說是不是? 對了 你也說得有道理 反正現在店舖的生意也算不錯 我又剛認識了一個楊康的經理 他說可以把我們的籃賣去南洋 到時候等我收到貨款 我想很快可以填上一筆帳 林老闆, 我答應你 知道我聽到什麼嗎? 聽到什麼? 法仔記的屋子都有人替他交 哪有這麼好事? 是呀, 替我交還舖租 那個就是整天來我們大院的阿琴 聽說這次還是他爸爸替法仔記交的 是呀, 臭小子, 真好命 他就讓你冷手撿過一千堆 早知道我這麼快結婚了 你多說一句 給我一碗小艇, 麻煩你 是 法仔 是, 銀妹, 你在哪裡聽三姑六婆 亂說?那些錢是轉到林老闆名下 但照樣要還的 法仔哥, 你別傻了 人家外父親自送錢過你 預料你不還的 你這樣說什麼? 我說得很明白, 全大院都知道 我有一錢就要給你的課 法仔, 現在你不用說不用做了 洗乾淨淨, 打算享受世界吧 說話, 你花多疊 你不關小弟的 你閉嘴吧, 亂說二十四 萬一阿香買菜經過 聽到怎麼辦?你說很害臭 法仔, 糟了, 出事了 什麼事? 就是你找個洋行經理 我剛才經過他們公司的時候 打算順便送去拜訪一下 誰知道進去發現 人去流空, 早就逃跑了 什麼?逃跑了? 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 法仔, 我問過人了 他們說這間公司 只交了一個月的租金 連水電費還沒結清就走了 肯定是有備而來, 專門騙人的 你也是的 做生意怎會說不收人訂金? 他說他是做外貨生意 只要貨一裝船 南洋那邊就立刻打錢過來 到時候一次過替我找清一條帳 我見我第一次接這麼大的生意 我只怕失去他的生意 又見他分別比較老實 所以才沒有收到他訂金 一天最壞的都是我 復高師回了幾天 我就把他弄出這麼大的頭髮 到時候他回來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當他交代 我去找他 我把你弄出去了 收藏了, 你沒找我 不是, 你有多少錢? 我死了, 你有多少… 有多少… 我找誰… 別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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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怎麼辦? 怎麼辦…我怎麼知道怎麼辦? 不如…不如報警吧 對了,阿勤,你認識人又多,計劃又多 你幫我發仔哥吧 現在報警有什麼用? 他連人家什麼名字都不知道 只有他因為名字,他哄你 一點線索也沒有 不,我老闆和我爸爸幫忙吧 我之前在林老闆在那裡拍攝心口 好,我沒面子去見他 你現在搞這麼大的事出來 沒面子都要見,走吧 不是,阿勤,阿勤,阿勤 什麼?又借錢? 上筆送你都還,又來借錢? 你不是說要把那些糧果買 去什麼南洋那些地方 怎麼樣?撒謊嗎? 我不是撒謊的 其實我也是被人騙了的 我記得那間鹹雜舖是阿勤打理的 當時帳目分明,有錢賺的 現在自把自圍自己去做生意 被人騙了?真是女人都不如 爸爸,你說了幾句風涼話 現在每天都有人來追債 鹹雜舖就快做不下去了 你沒理由見死不救 女兒,我的錢都一分一離 辛苦賺回來的 要借可以,抵押或擔保 你這樣不是… 好…我跟你說,你不能做擔保 你那間這樣的鹹雜舖 我也不要了,沒眼睛看 爸爸,你這樣就連法仔後路也斷了 是他自己斷自己後路的 生意兩個字,他都不懂事 就學人做生意? 真是不知天公地口 好,算了,既然是我搞出來的 我欠人家的錢,我自己會搞定 法仔,你欠人家這麼大筆錢 你自己怎麼還呢? 爸爸,法仔畢竟是我救命恩人 你怎麼可以這麼鐵實心腸 狠心不幫他? 女兒,我能幫他一次 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 你想想,究竟我是幫他還是害他? 爸爸,爸爸 好了…別說太多了 我先淋一下我的花花臭草 爸爸,你打得這麼嚴重 你還做這麼粗勞的事? 我老婆 那我幫你去文炳叔借,好嗎? 不用了,他一向都是想看著我 怎麼自賭 怎麼會借錢給我? 就算他肯借,他的息口這麼高 好,到時你來回答你 那我這輩子都不能翻身 你這麼說 是不是真的已經想到辦法了? 不過,我還有難來的一條 或者會值幾個錢的 我還沒想到 發仔哥,你說甚麼?你不要嚇我 等等,我有分數 發仔哥,我找了他半天都找不到 他今天早上早就出去了 他去哪裡我也不知道 可能他問人家借錢吧 他又不認識甚麼有錢人 去哪裡借錢? 是呀,不好意思,我給你這麼多麻煩 別這麼說,發仔是自己人 他的事豈不是我的事? 幫忙…快幫忙,發仔暈了 發仔暈了 你怎麼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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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你怎麼樣?發仔哥,你沒事吧? 沒事… 沒事… 真是西紅菜,大驚小怪,沒事… 你還好說還說大驚小怪 要不然在街上發現你暈倒了 你死都沒人知道 你真的一向都很好 怎麼會突然暈倒? 對了,發仔,你整天早上跑去哪裡? 這樣的,我以前有個朋友 借了我的錢,我問他拿回來 我跟他說,跟他說了我的事 阿金,他知道我在搜索 不僅還錢給我,還還給我利息 阿金,你拿著錢,先去還那些攬錢 剩下的,我再想辦法 發仔哥,你是不是今天早上沒有吃東西 我現在去煮東西給你吃 對了,你的嘴巴都白了 是不是看見這裡不舒服? 我真的沒事 阿金,你不如去幫我煮一碗紅糖水 好嗎? 好,我現在就去… 賣血? 我記得之前西洋蔡走到去賣血 他回來還是面青口吞白 叫我煮了紅糖水給他喝的 對呀,你老實說,你是不是走到去賣血 發仔哥,你真的去賣血嗎? 你不是賣人借錢嗎? 發仔,你真的不要命嗎? 血怎麼可以隨便賣的? 你以為喝一碗紅糖水就真的能補回嗎? 發仔,我是過來人 你這樣賣血飯不可以當,遲早賣死你 阿仔哥,如果你有什麼三長兩短 你叫我怎麼算好? 阿仔哥,你別這樣了,別這樣了 來吧,你看看你們一個二個 別說得這麼可憐,嚇得阿香這個樣子 放心,阿香,我沒事的,真的沒事 什麼?你要嫁妝? 你們還沒嫁,別亂說 不過這樣,到時候你嫁的時候 那份禮肯定很大 大爺,老爸風風光光把你嫁出去 不是呀,老爸,人家現在等錢花錢 你又要幫發仔妓嗎? 老爸,不妨老實跟你說 發仔他為了還錢竟然不賣血 你看…連他自己身體也不穿著 你替他想那麼多幹什麼? 那…有頭髮誰想做辣賴? 他欠人家這麼大的錢 就算抽乾了一身的血也不夠還 女兒,你別說爹沒有同情心 我跟他無辣無辣,憑什麼要幫他 你如果這麼說的話,我這輩子都不嫁了 你以後不用再跟我搞什麼相體 了解你自己嫁吧 女兒 媽媽死得早,你又經常在外面貧磅 我一個人,孤小小的大 你都不知道我當時是什麼心情 簡直…簡直是…是心無可戀 你現在眼裡只有錢 我的東西以後你不用管了 女兒,爸爸賺錢又不是為了你 你後的傷勢又為了我 現在人家等錢花了 你又一分錢也不肯拿出來 我說你…你簡直看錢比我還要 你別哭了 你一哭就哭得我六神無主 你真是… 爹,那你是不是改變主意? 老爸,舒服點了嗎? 我知道,這次事情是法仔大意了 但是你知道了,江湖險惡 難道你當年沒有受過挫折嗎? 看在你的份上 老爸借錢給法仔記 但你知道了 老爸是一個商人,在商而商 我借錢給他,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 謝謝 法仔,我剛才說的那些話 你聽清楚了 萬一你半年之內 還不了錢給林老闆 那你這輩子 就要和林老闆做牛做馬 你不會後悔吧? 老爸,你收利息就算了 還要把我的時間卡得那麼糟糕 你太苛刻了 我說你這張根本就是賣新啟 女兒,我的錢也辛苦賺回來 她一無單寶,二無這個抵押 我能夠借錢給她,已經很寬鬆了 但她只有一間小小的鹹雜舖 有志者事應成,就看她有沒有本事 她不肯簽的,好,就這樣算了 阿廣,鬆蝦 發仔,你到底借還是不借? 快點早… 發記鹹雜舖 發仔,我跟你說,樹刀橋頭之現職 你這句話就大難不死,哪有效福 聖理歸義…不管你怎麼說 這次真是多虧阿庭你幫忙 我欠你實在太多了 不知如何還給你才好 你別這麼說 爸爸雖然跟你簽了一份合約 但我看得出她是真心欺望的成功 成為一個合格的生意人 我聽說阿勤,不定是你的貴人 還是你的師父 人家竟然是一間這麼大的茶廣 你以後真是好好向人學習 是的… 師父在上,請受徒兒一拜 恭喜… 謝謝… 我當然會說,我去救客 我還是喜歡 那load… 你醉醬酒盂 人家是活 Week 好… 老爺,叫了你 我兩家裡我好好休息 那你又走出去做甚麼 一個人在家裡 除了臨花,又是臨花 很悶的 林花那種粗糙的事, 你叫我做就對了 阿尿 你又找我來開玩笑, 整個人都很滑 對了, 阿琴又去了鹹雜譜嗎 是呀, 自從鹹雜譜重新開張之後 阿琴整天都會去 他說要替法仔賺多點錢 讓他快點還給你 真是女大不忠留 老爺, 老實說 你這次提出來的條件這麼不可行 我想法仔肯定會說你趁火打劫 誰知他不僅沒這麼想 還反而很感激你 知恩師姐是徒報 好嘛, 以其說法仔技好運認識到阿琴 倒不如說是阿琴 有眼光認識到法仔技 老爺, 看來法仔技這個人 越來越適合你的心水 希望我看漏眼, 阿琴是看得對的 老爺 老爺, 其實我早就也是這麼想的 馬喉棚 真是的 對了, 阿廣 一會兒你和我出去撿幾副正宗的 冬鵝鵝鵝鵝鵝 因為阿琴這幾天為店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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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記得…怎麼樣? 很多客人吃完都回頭買的 你這次想買多少? 買我的頭 我妹吃了你的包腩之後 突然肚子痛,然後咬白癡 開了醫療之後,沒多久就沒命了 醫生說是食物中毒的 不可能 這麼多家裡吃過也沒什麼事? 我妹,今年14歲 就是因為你的包腩,可以死掉 就是因為你的包腩,可以死掉 你抱你… 小心 別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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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 她說我妹妹吃了我的腩,中毒死了 怎麼會?腩子是福哥親手葉的 不會有問題的 是呀,福哥賣腩賣了這麼多年 每個人吃都沒事的 你是不是搞瘋了? 搞錯了?醫生也說錯了 是食物中毒,你們不信嗎? 我願意你看看 要不要抬屍過來給你看看 兄弟…買上商量… 商量,賠錢 如果不是,我就叫警察過來放你這個瘋 把你們拉住 慢著 你說我的腩子有事吧? 我現在就吃給你看 我吃到了,你覺得沒事? 你…我不管,就是你撞到… 就是你撞到…就是你撞到死了 就是你撞到… 放鬆,放鬆,放鬆… 我來處理… 做生意最寄野官非 警察一來到,第一時間封你這間店 店鋪被封了,你十把口都說不清 到時候你很難做生意的 是呀,萬一事情搞大了 到時候人們就以為你的行財店 那些糧果有毒 還哪有人來幫忙? 我替你這件事清楚,走 花姐,等我 怎麼會這麼久都不回來? 很久了 回來… 怎麼樣… 我孫回來了,怎麼樣? 外面有什麼情況? 我跟阿勤去看過 他們那裡真的死了一個女孩子 就因為那幾顆籃子? 她說醫生在洗胃時 在她胃裡找到一顆雞公籃 她的確是食物中毒死的 但是這麼多人吃了 我們的籃子都沒事 就是毒他們有事? 我跟法仔也是這麼說 但是他們根本就不跟你說道理 動不動就說要把屍體抬過來 你知道了,事情搞得越大 對我們越不利 法仔說他們想私了 要我們賠三百萬 什麼?三百萬? 我想他們有心想當我們一筆而已 法仔,不如去報警吧 不行,不可以報警 你想想,警察一定會偏幫對方 死了人,他首先會拘捕人封舖 再說,法仔沒有人沒有物又沒有背景 到時候我怕法仔陪到天家當產 兼坐花廳 是呀,修陽菜分析都有道理 警局也不是說道理的地方 我怕你真的有去沒回 修陽,我們打開門做生意的 最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但是三百萬那麼多 要不然我再去… 不用了 嘗試問林老闆借錢的時候 我也簽了買新提的 如果這次再問他借錢 我自己一點渣拿都沒有 一點好處都沒有的事 他又怎會做 你們放心,店舖是我開的 他們要搞事的話,也不會搞到你們 一人做事一人當,我不會連累你們 你怎麼這麼說話 大家說是一場街坊,一場老友 如果怕連累的話 我們也不會在這裡幫你 是呀,法仔,你又不用不騰雞 總之見步行步,船路歧途自然直 行了,到時候會有關的 我會跟你一起背負這個責任 法仔哥,無論你有什麼事 我都會幫你的 你們的好意,我心靈了 總之說我運氣也好,黑氣也好 這件事我會自己背負 我很累了,我想回去靜靜 老爸,咳得這麼厲害,你喝了藥嗎 喝了 喝了藥,你就不要再喝這麼多茶了 對了,昨晚,拔帽去鹹雜舖幫忙嗎 什麼?法仔他遇到麻煩 鹹雜舖暫時關門了 你怎麼不問法仔遇到什麼麻煩 他欠你這麼大筆錢 如果他有什麼事,你的錢就凍過水 這個年初我借出去的錢 就不只要他回頭 而且我看死法仔遇到這個人 豈不是給你面子 爸爸,反正你借一筆也借借 借兩筆也借,不爭再… 阿勤 林老闆,阿香什麼事? 你有沒有見過法仔哥? 沒有,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我今早再去找他,就不見過人 我到處去問,不要一個人說見到他 阿香,你先不要急著 說不定他出去了想辦法 你說他會不會想不開? 不會的,你不要自己嚇自己 要不這樣,我再去找他 其餘 爸爸,法仔這次真的遇到大麻煩 我稍後再跟你解釋吧 法仔遇的事,我多多少少知道 照我看,他九成九就是逃跑 逃跑? 你知不知道,最近你去鹹雜譜 為什麼我不阻攔你? 我就是想讓你看清楚 法仔遇到這個人,日久見人心 那他一走,要什麼時候才回來? 一個無擔當的男人 你還指望他回來幹什麼? 不是,法仔哥不是這種人 他就算有這種想法,他也會跟我說 你之所以會這樣說他 是因為你根本就不了解他 阿香 他不會等我一個人就走了 他說過他有什麼事都會跟我說 跟我分擔的 你放心吧,他一個大男人不會餓死的 說不定,等風頭過了,他會回來 說就容易了 這樣的環境他回來一定死定了 給我一雀草吧 可以這樣說 即是你們都認為法仔哥沒有擔當 阿香,你要相信我,我不是沒有擔當 而是現在這種情況,我不能坐在這裡等死 我要想辦法弄清楚這件事才行 雞公腩又辣又不辣 你過來看看吧,又便宜又好 吃過番頭… 法仔,你這幾天跑去哪兒了? 法仔哥,你終於回來了 你知不知道我這幾天很擔心你 沒事… 昨天那個男人又來大院找你 是不是錢又墜落了? 你們放心吧,我不會有事 這間店舖也不會有事 小子,你很出現了嗎? 你拿得一時,你就拿得一輩了嗎? 我問你,你錢籌夠了嗎? 我妹屍體的,開始發臭了 阿香,你是不是要把我抬過來給你 這位先生… 走開 錢就沒了,命就有一條 你要還是不要? 你耍花樣子吧? 好,現在和我去記者說 去吧,你以為我怕你嗎? 哥記…不是我們不想賠錢 因為你們叫家傻傻傻傻傻傻 我們是開銜財店,不是金財店 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讓你妹妹入肚為安 我們先給你一筆念狀費 讓你搞定你妹妹了 以後的事慢慢談,好嗎? 行了,不用跟我這麼客氣 你別這麼說話 行了,讓我來 不是呀,我怕你 讓我來 你們兄弟 聽你的口音不是本地人 那你怎麼樣? 你在外地來的 走來我的店舖買了包纜 剛好說吃了,出了人命 兄弟,你這麼好守神,不去買字花 你…我妹妹已經死了 你還在說謊言說話,你有沒有人性 你也會說你妹妹死了 你還不快跟她下妝 讓她入肚為安 是你沒有人性的 我已經查清楚了 她帶妹妹來港州看病 誰知道妹妹已經病危 所有醫院都不敢收 兄弟,她趁我妹妹就來斷氣的時候 就餵她吃了一顆我們的籃 就冤枉我們的籃有毒,害死了妹妹 你胡說 我胡說? 要不要叫醫生來當免對質嗎? 對了,佛仔哥跟你無冤無仇 你為什麼要害她? 跟她說這麼多幹什麼? 她不是說去監察局的 一起去監察局說清楚她就行了 你們人多欺人少,算了 父母東閒,這次我不要了 你… 發仔記,她害得你這麼淡 怎麼放她走呢? 她妹妹死了是事實 她的心也不好受 讓我搞定妹妹的身後事再說吧 發仔,你這是婦人之人 她這種人不可以手軟的 要不然她會害其他人 你們想想,她是一個外地人 如果沒有一個有背景的人跟她撐腰 她怎麼敢這樣做? 你的意思是她背後還有其他人主事? 沒錯,我已經撈穿了她 她一定會回去買這個幕後黑手 這樣我才可以知道那個是誰 老爺,你要那個人我給你帶回來 他說要跟你說一聲多謝 不用客氣了 看見你喪失親人的難受,那些心痛 我想幫幫你而已 所以想了點辦法 謝謝林老闆 我知道你想幫我 不過我擁有一個窮人 何苦為能的窮人 就算我拿到這筆錢 良心也故意不開 這位哥哥,你誤會了 其實我們林老闆… 阿廣 老爺,我在說話 我叫你不用說了 阿廣,送送這位老弟吧 不用了…我自己走就行了 總之一句多謝林老闆 我好想走 老爺,想不到這次的法仔 居然能夠臨急抱罰 不是…是臨危不亂 我居然讓他贏了阿保 是的 不過他沒有令我失望 發仔,你到底想搞什麼 為何事先不跟大家商量一下 發仔谷,福哥不在,你亂來 怕他回來就罵死你 是呀,你們以為我不欲赤嗎 行了,我這樣做的是目的 這麼多位街坊,別來… 易街坊 這次我們這個活動 就是有哪位在我們店裡 我們吃過那些籃子之後 可以在廣州市面 找到跟那些籃子的味道一模一樣 而且價錢還要比我們便宜 我就讓他在我們店裡 任喝任吃一個月 真的嗎? 當然了… 發仔,你說得你們鹹雜舖 好像真的團廣州獨一無二 而且是最便宜的 當然了,福哥也要拿著獨門秘方 我們是博利多燒,價錢是最關鍵的 好…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你怎麼做這麼快,吹吹吹麻醉 正所謂生愛三人又有人 車大爆車一多,小心摘到腳 你給我鎮定,等著看好戲 不是,跟我們的籃子沒得比嗎 法仔,我敢保證 我手上買這些籃子 跟你們的店舖的絕對一模一樣 而且別人的比你們的店舖的更便宜 有這種事? 對,味道跟我們的一模一樣 大姐,那些籃子是哪裡買的? 十三號那邊的鹹雜店 阿虎,把兩包籃子給大姐 來的,果然說口齒 對了,大姐,你方便帶我去這間店? 看你這麼說口齒,沒問題 那你等我先 阿勤,你去去警察局 去警察局幹什麼? 這隻籃子的味道一定是福哥業的 肯定是那個楊項經理騙我們的批貨 因為只要那批貨在市面出現 我們才可以找到那個壞人 那批貨不是賣去南洋的嗎? 我叫西洋蔡查過海關的貨單 最近去南洋的船根本沒有運籃子 對了,北方那邊還在打仗 所以說這批貨根本不能出廣州 籃子有保質期 如果不盡快處理,會破壞 所以它就鑑定鑑賣賣 原來你辦這個活動 就是想引出那個壞人 如果可以找到那個壞人 你就可以拿錢,就可以贖那份合同 沒錯,那我們分塊合同吧 好,大姐,我們走吧 華仔劍,無根無回還 你怎麼會這樣 那個打仗經理現在就在警察局 他什麼都說出來,你還不認識我 還…你放手 說慣仔那件事都是你弄出來的 這樣做得出來,你不是人嗎? 放手 我不是看上去你在騙老爸的身上 我終於是你了 你本來就走低低低了 黃老爸,衣魚,老老爸 老爸,老爸 老爸… 你怎麼樣?有沒有事? 小婦 放心吧,我沒事 剛才不知道為什麼,我一刻暈倒 你看,現在沒事了… 你中所騙我,醫生已經全都跟我說了 你明明患患… 怎麼這麼大件事一直不跟我說 傻女兒,你以為你是菩薩嗎? 告訴你,我的病就會痊癒了 小姐,今天幸好有阿發仔在這裡 他背著老爺,一路伸水伸汗走過來 令醫生以為阿發仔是老爺的兒子 豈不是稱讚他孝順 你怎麼會這樣? 阿廣叔,只是小意思 阿廣,阿發 你們倆出去,我跟阿琴有些事說 那…你好好休息吧? 是… 老爺,你怎麼不追求呢? 老爺,對不起,你病成這樣 我還經常惹你 幸好阿發仔今天在這裡 對了,為什麼阿發仔這麼巧 在你身邊? 告訴你,其實阿發仔是來輕私問罪的 之前那個洋行的經理 那個曉關仔都是我一手安排的 什麼?老爺,你瘋了嗎? 你這樣做會害死法仔嗎? 我真的不明白你這個人 病成這樣,還有心思要害人 眼女兒,來,你坐在這裡 有些事我就要跟你加大一下 要不然就沒什麼機會了 我知道你是喜歡法仔的事 所以我最近沒什麼安排你去上親 老爺,你病成這樣 還有心思要害人家嗎? 女兒,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把你交給他 就等於把我這份身家 都全部交給他 是,阿發仔見他就是拉車的 只有一副牛力 做生意他完全不懂 所以我就考驗一下他 讓他慢慢成長 原來… 老爸,你不早說 你明明是口心的 現在變成了壞人 法仔一定恨死你了 他恨我沒問題 但我知道他是一個有担多的男人 老爸就放心吧 你也看得出 法仔真的很爭氣 對,但最感動的還不是這些 那是什麼? 正如我暈倒的時候 法仔記他完全可以袖手旁觀 不管我,甚至看著我死 他就可以不用還錢 又報了私仇 但他沒這麼做 證明他是一個有情有義的男人 女兒,把你交給他,我放心 老爸,你明知道人家已經有阿鄉 我不想救人家幸福 我知道 但我知道你真的很喜歡法仔記 老實說,老爸的日子也不多 老爸,我不准你這麼說話 當我知道法仔記是一個有情有義的男人 那我就放心吧 好了…不說了 女兒,一切的壞人、壞人、臭人 就等爸爸來做吧 法仔,這就是你和爸爸簽約的合約 即是你賣新契 爸爸叫我拿給你 但是從現在開始,這筆帳就一筆勾銷了 你爸爸一會這樣對我 一會就這麼幫我 我真的不知道他想怎樣 我知道,所有事都是爸爸搞出來的 他本來想我親自來跟你說對不起 而且謝謝你及時送他去醫院 但你知道他現在有身體作況 你身體裡還很生氣他嗎 你現在不是當他是一個病人 不要跟他計較吧 好,好,終於一筆勾銷了 以後我們就交手交易搞好這間店 把他做成全廣州最大的行業店 好 阿勤姑娘 我想你爸爸之前這樣針對我 可能多不少是誤會了我和你之間有什麼 再說吧,最近你爸爸身體的樣子 不如你多抽點時間去照顧他 還有打理一下茶廠吧 我會的,不過爸爸之前沒有誤會的 阿勤姑娘,我和法仔哥都跟你想過了 你和我們不一樣 你一個大小姐經常來這種地方 不太對,加上將來你還要嫁人 法仔哥,好 其實我也有想過,爸爸現在身體不好 我應該多點回茶廠幫忙 那以後學習好就要辛苦你了 你放心吧,店舖交給我就可以了 是呀,我也會幫忙的 那法仔阿香,我回去照顧爸爸了 阿勤姑娘 我問候林老闆,你自己也要保重 是呀,保重 我會的,你們有心 法仔哥 你以後真的要用心一點 將來吃粥吃飯就只要這間店了 你說得對,我掌環法這次一定要爭一口氣 出人頭地 讓曾經看不起我的人對我刮目相看 我會示範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